8月17日 乌鲁木齐首届都市纳达木 在新疆古生态园汉雪宝马基地开幕 开幕式上蒙古族舞蹈 姜戈尔吟唱 摄意表演等精彩分成 在此次纳达木大会上 传统的男儿三艺比赛 为观众和游客带来了一次独特的体验 我来新疆已经走了 今天是最后一天 今天在这个乌鲁木齐市里头 我们看到这种赛 在摔跤以后 这种感觉就如同是 我们在城市里头看见一座山 一片森林一样这种感觉 给人说特别新鲜 特别新奇 特别舒适 还放松的一种感觉 从新疆塔城前来参加比赛的赛日布德 从小就经常参加草原纳达木 这是第一次在城市中参加摔跤比赛 韩奇此次参赛经历 赛日布德表示感到非常新鲜的同时 也感受到了压力 在草原上基本上经常摔跤 顾应都很正常 在城市中一年好朋友碰到一次 而且这个参加的地域也比较广了 每个个地州的人都在 所以可能更有压力一些吧 观看了摔跤比赛的巴音山表示 他小时候参加的都是跟着父母一起去在草原上举行的纳达木 这次在城市里观看纳达木还是第一次 有着与小时候不一样的感受 现在把纳达木搬到城市来 就是给我们城市蒙古族提供了一种便利 外交的时候也有 喀萨克族的小伙子还有汉族小伙子也参加了 城市的纳达木也可以同时让其他民族 参与到我们这个蒙古族这个文化盛典当中 纳达木蒙语意为娱乐或游戏 纳达木大会是蒙古族历史悠久的传统节日 也是蒙古族民众的盛会 记者了解到 此次都市纳达木除了传统的男儿三意外 还有马术表演 蒙古族传统服饰走秀 旅拍等潮流活动项目 让传统在都市中遇见时尚 既丰富了游客的体验 也为传统纳达木赋予了新的内涵 做这种城市版的纳达木呢 也主要是让城市的这种人的紧张的生活里面 能感受到这种草原的魅力和文化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做城市纳达木最值上的一点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蒙古服的走秀 我们今天穿的所有服饰 也都是我们传统的在盛大节日穿的华服 通过这样一个都市纳达木 来展现我们蒙古民族的传统文化 传统服饰 此次都市纳达木一共举办两天 游客和观众可以近距离的观看到那达木的各项比赛外 还可以在园区内欣赏到湖羊 规划木 观看汗血宝马 体验骑马等项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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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羊